我拿下來了 長髮男揮舞雙手 大善喊著自己把口罩摘下來了 接著走出超商門口 出演挑釁店員 店員氣不過追上前 沒想到長髮男也會怕往前跑 還不忘繼續挑釁 事發就在新北永和一間超商 證明長髮男子要引用資料 但都不把口罩戴好 店員提醒後 長髮男不高興 營運錢也沒付 挑釁完店員後只有跑走 不只新北台中也有 一名富人站在公車中央 把口罩拉到下巴 司機提醒要戴好 富人不配合開始怒吼 先對電話大喊 又對周圍人標罵 講話速度超快內容含糊不清 本所遠景高達現場了解 是一名女子跟公車司機起了糾紛 原因是這名業性的女子在複座 克風的時候沒有把口罩戴好 警方表示已經將富人資料記下降報請台中市衛生局進行採發 TVBS新聞耐從素材營料發言 一台中心被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